今天据带大家参加我的拜师晚宴 谢谢在北京的好朋友们 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捧场 通知的太临时了 很多好朋友都没有在北京 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谢谢每一位到场的哥哥姐姐们 总之就不一一感谢了 我自己很少举办活动 作为安排太麻烦了 我都属于蹭吃蹭喝的 办活动叫谁不叫谁都是事 这个和那个还不一定合 所以这次叫的都是好朋友身份出席的 作为抽签决定的 因为是拜师宴 所以我提前通知了要穿中式衣服 配上四合院的场地 现在还蛮有感觉的 我还特意请了好朋友 陈运权先生说了相声 张淑瑾老师唱了一段贵妃醉景 陈奎盈阿姨和凯歌还即兴了一段 总之气氛特别好 大家都没在我的聚会上小抱团 我可烦聚会上两三个人成团不交流了 总之呢就是爱大家 感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到来 以后我尽量不那么抠 多多举办聚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